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土展开 普遍对政治不太热衷的越南民众 难得有兴致关注 原来川普2019年的核内行 意外在越南累计大批川粉 以越南文创立的喜爱川普粉丝团 成立不到一年就吸引近10万人 直逼越南总理阮春福的粉专人数 而在越裔美国人中 在亚太裔投票协会9月份的民调显示 则有48%支持川普领先拜登的36% 选举倒数10天 川普康复后第三度跑来户籍地 佛罗里达州造势 现场依旧聚集大批热情群众 川普也将在周六 前往他在西宗旅滩的海湖俱乐部庄园 提前投下大选选票 11天之后 我们将在我的家的州 我们将在美国总统再次赢4年 4年再次赢4年 川普可能会赢选选 他的双方真的会赢选在佛罗里达 所以如果他赢选选选 那是他对他赢选 民调机构分析指出 非议和西议年轻选民 支持川普的比例大增 可能翻转佛罗里达州等 关键摇摆州战区的选情 民调拉斯穆森报告 则在佛州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以49%的支持率 略胜拜登46% 三个百分点 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后 拉斯穆森报告的民调中 川普的非议支持率飙升至46% 创下该民调的最高纪录 比前一天的数据增长了15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人民对川普的总统工作满意度 也在23日升到51% 比8年前同一天要争取连任的欧巴马 多了一个百分点 这也预示川普连任成功几率大增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吉安整理报道